第一个是已经先抓到这个区块 不过特别注意 我们发现这个区块同样的名称的话 还有其他 像这个是第二个区块 它也是叫什么呢 contents 然后底线那个box02 还有底下还有这个 好像总共应该有四个吧 所以未来如果说你要抓 比如说我今天要抓的不是威力财 我要抓的是什么 乐和财的话 那等于是说你可能就是要抓 就不能用fine 如果fine的话这是第一个 只能抓第一个 如果你要第二个的话你用fine all 然后fine all之后的话 给它的是 它的那个什么 list里面的第二个 就是编号是1的 OK 才有办法抓到这一个 OK 那第三个第四个 所以如果说假设 你要这样抓的方法 因为我发现这个content 这个嘛 所以要要 右键检查 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名称 它会有四个 所以有时候可以用fine的方法 再次会找一下 那如果我要把号码抓过来的话 怎么做 基本上接下来一样的方法 我下一个动作 我就怎么样了 把这个spe里面抓到就是刚刚那些程式码 再用fine all的方法 fine all是什么呢 DIV 有没有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把它选择 右键检查 它的标 tag名称是DIV 它的这个class的话呢 是叫什么 BullTS Bull的Green 这个把它复制 也许你就复制之后呢 把它贴到这个 有没有 fine all DIV这个标签 class名称是这一个 把它贴上 所以这一样把它 有点像填空 贴上 那它找到的话呢 基本上 就有很多个这一些东西 那所以如果假设 我要把这些东西怎么样 把它print出来 那你就可以了 把这里面的话 我也许可以写一个 把这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把它再 写一个这个回圈 然后呢 把这 我先把print print什么 SP 2 那你会发现 找到的话呢 那就会是一个一个的 这一个 球里面的东西 那如果是你要里面的 像第一个号码的话 当然中瓜 胡丁 里面的文字的话 就点test了 那你会发现 print它的话呢 它结果 会是 抓到6号 前后好像会有一个空白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呢 如果你空白保轮 它好像会按 那就没办法 不然你可以strip看看 如果你不把它strip掉 那就不需要加空白 因为它本身就 就有一个空白 好 那如果要全部抓的话 那当然我就可以了 把它用一个回圈 全部抓 那可是如果我要分点 两行 那我可以什么 0到6 然后呢 0 0.6 6 0.len 它全部 所以我底下的话呢 我就写什么 写一个开奖顺序 先抓绿球好了 绿球部分的话 那我就什么 开奖顺序 然后呢 因为我不要换行 所以把那个换行拿掉 开奖顺序冒号 然后呢 把0到6的号码先抓出来 后面呢 加上一个点strip 就是把那个后面的空白拿掉 如果好像不拿掉 后面就不用加 会不会更好 这样可以少写一些层次 看起来不要那么乱 只是说如果 有写表示说我拿掉再加 好了 先去看看 好 那再来的话 后面是 加一个换行 后面的话呢 第二行呢 就是大小顺序 然后就是6 到总数 其实就总数的前一个啦 等于是说 就是第12个号码 然后再把它print出 我们看一下 执行 那你会发现呢 我们就得到什么 开奖顺序 大小顺序 就OK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好像就不用strip了 有没有 只是说我怕 如果我不加这个的话 会有同学会认为说 奇怪 为什么 老师你没有加空白 为什么他会自己空白 他里面就有空白了 应该是这个意思啦 所以有时候呢 这可能还是要实际上try一下 不然有些同学会觉得confused 为什么会这样 好 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啦 因为程式其实还蛮容易的 蛮单纯的 只是说分两个区块去做输出 那输出完之后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06到15 然后04到22 这些东西输出到这里了 所以马上可以爬的到 再来的话最后就爬什么 爬红球 那红球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 它的 它只会有一个 而且 它的那个class名称是Bolt底线Rate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是直接把 就是直接就把它写在这里 而且它只会有一个 所以我就用fine就可以了 然后把里面的东西print出来 那就第二区 那这边加一个换行 就把它换行到下面 来执行给各位看 这样的话呢 得到的结果就是第二区了 那这个是抓那个威力彩的部分 所以待会儿 各位可以试试看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不要抓威力彩 我希望抓大乐透 大乐透其实 规则我比较清楚 因为我有一些范例就是什么 模拟大乐透开奖程式 但你们也可以自己写写看 大乐透的那个什么呢 它的这个规则应该是什么 1到49号吧 然后呢 总共开出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对不对 有没有 而且最重要的是 号码不能够重复 那问题来了 如果假设 其实你们也可以自己模拟写一个 有办法写一个模拟大乐透开奖的程式 OK 而且另外的话 大乐透的历年来的开奖号码 其实网路上都有 你可以搜寻一下大乐透历年 然后呢 假如啦 如果我希望请你统计出 大乐透历年来哪一个号码开出来的 是最多的 你会办法把它做出这个结果 我要再分析 我们待会啦 请各位试试看 请你把这个抓威力彩这个区块 对不对 把它改一下 改成抓大乐透 OK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威力彩改成 这个抓大乐透 有没有办法试试看 最后啦 当然最好是 可以帮我把每一个彩全部列出来算 抓一个换下一个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也就帮我把它列个表 嗯 最后 这还可以怎么样 可以干脆就是把这些资料 全部都塞到资料库里面去就好了 有没有 那塞到资料库里面当然你可能要考虑一些问题 怎么样的栏位会比较OK 怎么样塞会比较OK 因为它号码很多 哦 难不成就是每一个号码就塞一个栏位吗 其实这个方法我觉得不太聪明 像我要是我的话啦 我会考虑就是 我把这些号码中间加逗点就好了 也就是我把它全部塞进去 中间加逗点 那如果我将来把那一篮的资料爬出来的时候 我自己再做切割不就OK了 我就不需要那么多栏位数 像那个刚刚威力踩总共有六个号码 那你说说 威力踩第一个号码 威力踩第二个号 这样好像显然没有比较聪明 所以最好是什么 威力踩开箱 那你就直接把六个号码 放在一个栏位 中间加逗点 当你把它爬出来之后 你自己再用Street把它切开 那不就省掉很多 不然的话你这样的栏数会非常多 太庞杂了 OK 试一下 所以如果威力踩做得出来 那用同样的逻辑 把它改一下 改成抓大乐透 看有没有办法